我可以喝甚麼? 很痛的,喝熱豬吧 喝暖水舒緩驚痛,有類似熱膚的效果 主要是提升局部的溫度和血液循環 某程度可以令血管擴張,從而舒緩疼痛 溫暖的飲食正正可以暫時舒緩 由於血雨和陽氣不足夠帶來的不適 既然減輕驚痛 而黑朱古力由於含有豐富的味 而美具有舒緩緊張情緒的效果 從而減輕頭痛和驚痛等症狀 不過市面上售賣的朱古力 一般含糖量較高,不適宜大量進食 無論是喝熱水還是喝熱朱古力 都是指標不自本,暫時舒緩驚痛的方法 最實際是查明病因,對症下藥 因為月經未來時,女士身體會比較虛弱 因為有正常的失血 所以在月經最多的幾天 可能敷一個暖水袋 去喝熱飲,對舒緩痛楚有幫助 驚痛的原因可大可小 不要說因為覺得自己是女性 一定不會有驚痛 當你發覺月經的驚痛出現了時間比較長 例如月經痛是由你未來月經前一個星期 已經開始有感覺了 去到月經來時最痛,很久才會消失的話 這也是一些隱藏了疾病的可能性 很多時候都需要每一年 或者定期去到你自己的婦科醫生做詳細檢查 因為這些婦科病很多時候 如果你及早發現的話 治療的效果都會好很多